今天跟我們一起來到 波羅的海三小國的第一站 愛沙尼亞的塔林 究竟這個城市有什麼好玩的呢? 趕快訂閱訂閱的頻道 或是我們一起出發探險囉! 我們來到愛沙尼亞啦! 短短兩個小時的航程 我們就穿越了芬蘭灣 來到了愛沙尼亞 這邊是塔林 愛沙尼亞的首都 這是我們第一個波羅的海三小國 所以我們現在非常期待 其實現在呢就已經可以感受了 這個地方的氛圍跟芬蘭是不一樣的 這邊很有那種 忠古斯基舊城區的感覺喔 對然後呢這些建築呢 都非常的繽紛 色彩很多 那跟北歐的這種極簡風啊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邊又看到好多城堡 好多高高的教堂 對 等一下我們帶大家上去看他們的觀景台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地方叫塔林呢 如果在塔林你想要看日出或夕陽的話 你都可以來這裡 叫做Pakuli 它是一個高台 你可以在這邊看到下面很多尖尖的高塔啊 你覺得它是因為這樣所以才取名叫塔林的嗎 高塔林立 我覺得他們不會中 這是我的回答 剛剛那裡旅行團非常多 所以你也可以來到旁邊不遠處 Kotuala 這個地方人比較少一點 這裡我覺得反而還更好看 對更多的這個屋頂都可以盡收遠 這邊比較是一整個 剛才感覺只有一小塊 嗯 嗨 阿請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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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這個是他們的杏仁喔 非常有名 可以試試看嗎? 然後你看喔 它有不同的 它有這個Rum口味的阿 然後還有不同的 這個Solayne Mandel And these are warm ones OK The almond must have just made them WOW So dry Thank you 這是肉桂味嗎? 嗯 很好吃耶 非常好吃 喜歡吃人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 他們把這個餐廳經營得很像一個主題樂園 對 這邊的街道阿 他們的舊城區 真的非常有以前中古世紀的感覺 這邊所有的房子阿 都是這樣子 舊舊的保留原始的樣子 然後地板阿 也是鵝卵石的這種石子路 走在裡面非常的有感覺耶 我們剛剛去的這家餐廳 甚至呢 他們說 他們的食材 全部都是用15世紀以前的食材 為了就是保留這種 當時候他們是商人 這些是商人的餐廳 商人的驛站 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裡面沒有Potato 也沒有Tomel 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 在哥倫布 發現新大陸之後 才逐漸引來歐洲的 這廣場是 這邊塔林最主要的廣場 然後你看旁邊 好多這種不同的彩色的屋子 喜歡這裡的房子都粉嫩粉嫩的顏色 好漂亮喔 我們要去吃鬆餅了 這家是非常有名 有非常多平價的 而且還不夠耶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 它的房子弄得好老舊這樣 乾杯 來了來了 我們點了兩個 鬆餅 一個是 燻鮭魚 一個是 橘子 橘子 橘子醬 喔 看看裡面這個醬 加一點 冰淇淋 很好吃耶 我覺得它這個橘子醬 很天然的感覺 就是 不是說很甜 就是你可以吃到那種 真的酸酸感覺是 真實水果做的感覺 而且鬆餅熱熱的 配這個冰淇淋超好吃 我給八分推薦 好吃 冰鮭魚搭配 起司醬 看一下裡面 它這個鮭魚 是熟的 我覺得它這個鮭魚 搭配這個醬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要給它9分 這個你可能會覺得比較普通 因為它就是甜的 但 鹹的鬆餅比較少見 而且它的鮭魚 配這個醬又很好吃 加上這個醬又更好吃了 然後它是起司 我覺得加了這個醬 我可以給它9.5分 其實這樣也不貴 在餐廳吃呢 一份是5.8喔 給你在台灣可能 去吃下午茶 是一樣的價格 這個是聖尼古拉斯教堂 塔林這邊有非常多古老的老教堂 這一條呢叫做短腿街 塔林有兩條很有名的路 一條叫做長腿街 一條叫做短腿街 為什麼叫短腿街 它比較短吧我覺得 是給你這種人走的路 對 對 你這裡有一個菠菜 它是什麼 這裡是丹麥國王花園 以前呢塔林跟愛沙尼亞北部 都是由丹麥來統治 而且啊傳說中其實丹麥的 現在的國旗 是在愛沙尼亞得到的 因為當時愛沙尼亞想要起義反抗 這時候呢 丹麥就獲得了一面 從天而降的棋子 變成了現在的丹麥國旗 這裡就是當時 丹麥在統治塔林的時候 在這邊建了一座丹麥國王的花園 可以在這邊種植桃啊 玫瑰啊後面還有一座高塔 是用來囚禁當時的女屋的 這裡也是塔林傳說中最鬧鬼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三座 沒有臉 2.5公尺高的銅像 實際上看 晚上真的是有點可怕耶 這一個就是當初囚禁女屋的高塔 我們來到了 Alexander Nefsky Cathedral 這邊啊在塔林真的是非常小 它的景點都很集中 我們走個幾步路馬上又到了 這個教堂呢 你從它的圓頂 洋蔥市的圓頂就可以看出 它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影像 但是呢 這一座教堂啊 也因此象徵著俄羅斯蘇聯的統治 艾莎尼亞曾經被 俄國的沙皇統治之後 獨立 又被蘇聯統治 在獨立 所以聽說他們其實非常的討厭 蘇聯討厭俄羅斯 甚至曾經考慮要把這座教堂的圓頂 改掉 但是呢還好他們保存下來了 我們趕快進去看看裡面長什麼樣 探險了 塔林分成上城區跟下城區 上城區的話 就是一些政府公安員住的地方 下城區就是平民 這座城堡呢 以前是上城區的政治中心 現在則是愛沙尼亞的國會 我們很快又來到了另一座教堂 後面的呢 叫做 他是塔林聖母祖教座堂 是目前愛沙尼亞現存最古老的教堂 也是他們在17世紀的大火之後啊 這塔林山上唯一一座倖存的教堂 轉個外我們來到聖奧拉夫教堂 在地圖上看起來很遠 其實也是走路超近就到了 這座教堂是建於12世紀 在丹麥征服了塔林之前 它曾經是這個地區的社區中心 它在16世紀的時候 把它的塔高加到159公尺 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建築 但是後來呢 因為被雷電所毀 所以現在目前是剩下123公尺 我們是可以往上去觀景的 但是沒有電梯只能自己爬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開 我們一起去看看 今天好像沒開 那如果大家有來的話 記得可以走上去看看 走了一整天 我們還沒跟大家介紹到 塔林舊城區的入口 叫做Viru Gate 這是以前中古世代的時候的 舊的城門 其實塔林啊 原本有非常多座城門 但是在1880年代的時候 都因為一些交通啊 會堵塞的原因拆除了 還好還剩下這一座 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這一座 非常保有中古世紀的感覺 而且這樣子看起來 其實很像那種童話小鎮欸 對 我覺得非常的漂亮啊 很漂亮齁 對啊 而且你看這兩個塔都直接 這兩座塔中 你還可以看到那個教堂 很漂亮 你覺得空的比較好看嗎 對 我覺得空的比較好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一個地方 拉脫維亞見囉 掰掰